在抖音啊 今天到處去流傳 然後裡面就說 我這個罵余北辰是台獨 罵游錫坤 罵蘇貞昌是台獨 啊我給我多少錢 我就願意講多少話等等了 這點是沒有錯啦 給我錢好沒關係 給我錢 我今天不能接受的是 你們今天竟然啊 加了三個台獨的懲戒分子 一個竟然是沈柏洋 一個是曹新城 還有台灣黑熊 台灣黑熊為什麼變成台獨分子呢 我們水路山豬還有雲豹 難道也是要台獨懲戒名單嗎 莫名其妙 這影片太假了 下次不要 這個影片是假的 我要講一個影片是真的 連我我跟你講 連我在喝水都可以繼續講話 麻煩AI以後形成這樣 真的一點 你現在會教他進化 他有一個是真的 呂家愷你們的前總統 馬英九 他那一個批評我們台灣自己 大家的前總統 說中華民國 這個不是一個國家 這一段講話 在中共解放軍發動軍演前 透過解放軍的系統 共產黨的宣傳機器 還有抖音大量的散播出來 來合理化他們這個軍演 好像台灣自己頭皮疼 而他用來做文宣的工具之一 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前任元首 馬英九 委員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 依照你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專業 想要請教是 中國他們不是想發表了一個 聯合利劍B的演習嗎 說今天開始 他們要實施這個演習 而且這個是央視的圖 央視弄了一張圖 他說以往藍色的這個部分 藍色的區塊是2022年的軍事演習 然後2024還有一個是橘色的 橘色在這邊 他說這一次是紅色的 紅色在哪裡 你可以看 是不是離台灣更近了 這樣的角度來看 這樣子來看 好像又更近了 他故意把這個圖做不對 而且他故意同時畫很多圖 你就覺得好像連起來一樣 對 他有在時序上面 而且他位置上面 你看我們這次公布演習的 這個經緯度什麼的 都離台灣又更近了 那你怎麼樣來看 他們這一次 在我們的國慶之後 特別釋出這樣的訊息 在討論這問題之前 我一定要提醒 至少看桂牙的節目的好朋友 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掉進中共的邏輯陷阱 什麼是邏輯陷阱 中國在96年 那時候台灣根本還沒有兩國論 李登輝前總統還沒有提出 特殊國與國關係 在1996年 就在高雄跟 這個北部的外海 就射了飛彈 96年台海危機 台灣什麼事都沒做 到了2013年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沿海長逊 突出第一島鏈 落台軍演 是那時候就開始 紫馬政府沒讓人家知道 我有數據 2013 2014 2015 中共的沿海長逊 那時候就開始了 所以中國對於周邊鄰國的騷擾 他軍事的擴張 有他自己的進程 他都會做這些事情 不管你主張什麼 不管周邊鄰國的政治局勢 選舉輸贏 他都會做 可是中國很喜歡 把他的軍事動作 連結到人家的政治行為 因為呂家凱 上了許桂雅的節目 所以我們發動力箭逼軍演 對啊 他也可以這樣連 明天他本來就要軍演 他一旦連結起來之後 他讓這些被騷擾的國家 自我限縮 所以我一定要提醒我們國人 不要掉進這種現金裡面 不管你怎麼樣 他都要軍演 你主張中華民國 他也是會這樣幹 你主張台灣 他也會這樣做 你主張維持現狀 他也是這樣做 他只是把他的軍事演習 連結到一些裴洛西 難道我們因為他這樣子 我們就跟國際部往來了嗎 朋友不來訪問 我們就不歡迎我們的盟友 來我們這邊訪問嗎 你越孤立 你越弱化 台灣越弱 反而越危險 戰爭越可能發生 那這一次聯合力箭逼 其實在5月23號 他就故意連結到 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民主台灣總統大選 侯友宜當選 柯文哲當選 或賴清德當選 都是人民的選擇 他就在5月23號 發動了力箭演習2024A 那2024A的軍演 他就故意告訴台灣人民 你看你總統選舉 選了我不喜歡的 我就要軍演 不是 他本來就設定 聯合力箭是2023 2024的5月份 是最適合軍演 接下來就是秋天 就現在 那20這個聯合力箭B 跟A之間的差別 三大差異 第一個 10月14號 中共解放軍東方戰區 宣布進行 聯合力箭B的軍演的 前一天 10月13 這一次 遼寧號就帶著船 往菲律賓海 跟西太平洋 就台灣的東部 先預製兵力 就放在那裡了 上一次5月份的 聯合力箭 力箭A 是沒有這個航空母艦的部分 但我補充請教一個部分 那個聯合力箭 我覺得很熟悉 這個東西是不是偷來的 偷來的 然後以及整個規模上 美日不是有聯合力箭嗎 對啊 那規模上面 中國的 中國聯合力箭 跟美日的聯合力箭 能比嗎 不只規模 它的整個化的範圍 真正用到的 其實沒用那麼多 它就給你圍圍 大家它的狗皮膏要了 但我們料笛 重寬 我們用最嚴謹的方法來準備 我剛才講就是 這一次第一個差異 它把航母放到 這個台灣的東邊 第二個 它這一次的面積 其實是縮小的 它故意這樣 他們央視 就故意畫很多塊 其實這是 把好多年的色塊 都畫上去做比較 三次 你如果只畫這次紅色的話 它六塊 半圍變小了 對 面積變小 它面積變小很多 我可以具體舉 上一次力箭A 有金門 這一次沒有金門 上一次力箭A 在澎湖的西邊的海域 這一次沒有 移到北邊去了 所以範圍縮小 那第三個 它增加了兩個科目 一個叫做 要港 要域封控 就是重要的區域 重要的港口 要給你封起來 封鎖 封控 第二個是 對海對地的攻擊 那這個是新增加的科目 我們當然還是要觀察 但我要提醒各位 中國做這個動作 其實是夠狼丸 全世界有20%的經貿欲輸 是經過我們台海周邊 它騷擾台灣 它其實也傷害了很多國家的 經貿利益 你在那邊軍演 船要繞很遠 那個油料費跟保險費要提高 甚至不能運 所以第一個 它是騷擾周邊鄰國 不是只有台灣 第二個 它這一次聯合軍演的科目 我們台灣當然會因應 我們會監控 我舉一個簡單科目 就是我們在漢光40號 7月份軍演 就有一個境外接駁 這個等於是反封鎖的一個軍演 所以台灣的軍方 台灣的民間的力量 其實也針對這些做反制 所以簡單來講 這次利箭B 是他本來計畫就要軍演 前面有A 後面當然有B 那他一定會連結一些政治的借口 想好了 520一強好 後面要弄一個 雙十國旗 那現在丟了很多假訊息 什麼 我們中油運的船 那個運不進港 都已經進港 也卸貨了 比方說 他放了一個假訊息 說我們 這一個封鎖的地方 我們沒辦法處理 其實也是錯的 所以坦白講 中共在菲律賓 在台灣 在日本 甚至於在南韓周邊 都有這種軍事行動 騷擾周邊鄰國 而周邊的國家 也因為這樣子 增加了軍事的開銷 確實有增加負擔 但也因為這樣子 也促成了這些國家第一桶 環節起來 的合作 台灣也得到更多的幫助 也促成了這張 多層安全網絡的建構 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國軍也因為這樣 我們的能力 也一直在提升 在進行反制 我們現在ROE 去中心化 漢光40號 其實都是針對他們的威脅 提升國軍的戰力 但是我們國家的國軍 是我們要支持 而且比解放軍優秀太多了 因為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在最後 搶著講 為什麼呢 其實今天的 沒有我們是心有靈犀 今天的內建演習 其實是文攻武克 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這個什麼 海警船 故意繞 然後把台灣給內海化 這樣之外 變成我們是他們的 一部分之外 它其實還有所謂的文攻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利用抖音發表的本人 一段38秒的 AI生成的假影片 那個皮膚比較好 裡面有告訴各位 他怕我生氣 還給我加了美肌 你知道嗎 皮膚比較好 用美肌 抖音自然就美肌的 那就是中共幹的 在抖音 今天到處去流傳 然後裡面就說 我這個罵余北辰是台獨 罵游錫坤 罵蘇貞昌是台獨 我給我多少錢 我就願意講多少話等等 這點是沒有錯 給我錢 沒關係 我今天不能接受的是 你們今天竟然 加了三個台獨的懲戒分子 一個竟然是沈柏陽 一個是曹新城 還有台灣黑熊 台灣黑熊 為什麼變成台獨分子呢 我們水路山豬還有雲豹 難道也是要 台獨懲戒名單嗎 莫名其妙 這影片太假了 下次不要 這個影片是假的 我要講一個影片是真的 連我 我跟你講 連我在喝水 都可以繼續講話 麻煩AI以後 形成要真的一點 你現在會教他進化 他有一個是真的 呂家愷你們的前總統 馬英九 他那一個批評我們台灣自己 大家的前總統 說中華民國 這個不是一個國家 這一段講話 在中共解放軍發動軍演前 透過解放軍的系統 共產黨的宣傳機器 還有抖音 大量的散播出來 來合理化他們這個軍演 好像台灣自己頭皮疼的 而他用來做文宣的工具之一 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前任元首 馬英九